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那时 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 正是除笑的日子 希律拿了彼得 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逾越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办他 于是彼得被求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窃窃地祷告神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 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乐旁拍醒了他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树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披上万一 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响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林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 说 我现在真知道 主裁剪他的使者 就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 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使女 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得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地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 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你是疯了 使女极力地说 真是他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作声 就告诉他们主怎样 领他出监 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 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 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 彼得摆手 并丁扰乱得很 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西律找他 找不着 就审问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 拉去杀了 后来西律离开犹太 下盖撒利亚去 住在那里 西律脑路推罗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带地方 是从王的地土得粮 因此 就托了王的内侍臣 伯拉斯都的琴 一心来求和 西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巢服 坐在位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被虫索咬 气就绝了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巴纳巴和扫罗 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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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